哈囉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我們現在人在台東 那看我們這身裝備 應該就可以拍得出我們這一次要去哪裡了 沒錯這一次我們終於要去拍嘉明湖路 那因為嘉明湖的山屋實在是太難抽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從芥茂斯上去 然後上到嘉明湖再回到了向陽山屋 是走一個O型的路線 那因為有太多的資訊 所以我們這一次會用VLOG的方式 來跟大家講說我們的 像是行程啊 路線啊 還有交通啊 住宿啊 這幾個方面 我們會怎麼樣的去走 那這條是去年才剛有的路線喔 那如果你也正在尋找這條新的路線的話 就跟我們一起去吧 GO 我們現在在台北車站準備要去台東了 我們這次是要去爬山天假地的嘉明湖 因為我們明天早上就要出發了 所以我們今天下班就出發準備搭火車到台東 那我們搭8點05分的火車到台東之上 這是我們大家的裝備 來吃這個彈幕就是高山甚至一樣 就前一天要去的時候就要吃半顆了 然後明天跟後天呢就是早晚各一顆 那後面這些呢是我們這次的隊友 我們一星人總共有12個人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跑去哪裡買東西吃了什麼 走吧 準備出發了 我覺得好緊張 緊張人 走 我不知道為什麼去加羅湖的時候有出國的感覺 但是這一次的也要去當兵的感覺 現在11點52分 那我們現在到了台東池上 這個就是天馬的接駁車 他們會來直上車站載我們 去我們就晚上住的地方 Berry你看天上 我們可以坐這個接駁車 或者是走路到那個民宿 只要7分鐘而已 嘉明湖登山旅遊 楊姐 有需要可以打這個電話 這間就是我們第一個晚上在台東住的民宿 然後距離慈善火車站走路過來大概10分鐘吧 那我們剛才搞清楚了 我們今天晚上住的民宿呢 跟天馬是分開來訂的 那天馬歸天馬 民宿歸民宿 所以這個是要分開訂的 這民宿還有準備水果啊 甜湯啊 還有滷肉乾耶 超酷的 謝謝主鳩 感謝感謝 大家明天加油啊 這是我們二樓的房間 我們四個女生睡在這間 這房間算是蠻乾淨的 還有一個廁所是套房 現在時間是9點53分 我們現在準備要搭楊姐的接駁車呢 送我們到芥茂斯的登山口 我們現在在上裝備 然後現在這裡有兩台車 等一下要排一個半小時 那現在時間是11點17分 那我們在台20線的1點 156.5 對156.5K的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現在要準備上去的 這個芥茂斯的登山口 沒錯 一路就是斗上 嗨 路咪 嗨 那我們現在呢 大家整裝一下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出發了 那因為我在下山的時候 膝蓋都會痛啊 所以出發前呢 在網路上搜尋了 這間八褲運動的這個護膝 這一次呢 我就用這個護膝來試試看 那下山之後呢 再來說說看 我這一次爬山下來的心得怎麼樣 那我們這一次呢 總共有三個對獎金 所以我們預計最差的情況下呢 就是分成三對的走 好啦 那現在是11點32分 我們要準備出發啦 那這一次呢 我是穿雨鞋 然後美樂他是穿一般的登山鞋 好啦 出發啦 那這邊的路啊 一開始就是這種 要用繩索攀爬上去的路線 那登山口非常的小 非常的不容易認出 這是有登山口 他這邊一開始 路線就真的是爬山耶 很抖 雙手兵用 先不要拿登山這樣出來 戴手套 這裡真的是很特別 沒有想過我們會從路邊的一個 入口 入口進來 這也是莫名的入口進來 然後就開始爬山了 完全沒有反衝 真的 完全沒有反衝 完全沒有反衝 哇 我們現在真的在爬嘉明湖了耶 真的 好不能想像齁 真的 我們從一開始那邊聊天聊天 聊著聊著就成形了 剛剛還有要出不完的感覺對不對 而且你看後面真的都是 完全就是森林的感覺有沒有 森林步道 我們從剛剛登山口的地方 大概是1900公尺 那我們會找到大概2500的地方 那邊就是劍茅師的山頂 我們最近上課學到的就是 爬山盡量用鼻子呼吸 不要用嘴巴呼吸 那是岩堂 嗯 比較不會喝渴 樹根好很大 喔真的耶 我還以為它是石頭耶 沒有 它是樹根 它這邊的路啊就是這樣子 窄窄的 登山路線 不太能狡猾的 我們現在時間呢是12點03分 那我們現在已經爬到了這個 戒茅師前鋒 那現在的海拔是2065公尺 休息一下囉 我們現在在戒茅師前三 然後聽說我們只走六分之一 現在是2065公尺 那我們會走到2600公尺 好 我們這一次呢總共會停兩個營地 一個是新屋旅西營地過夜 那DF呢是妹子過夜 那我們在昨天的時候呢 我們討論好如果說有任何一個人不舒服 他就會先下跌到上一個休息的地方 那可以走的人就是會先走到嘉祕湖 如果說有人在上一個營地休息的話 那我們全部的隊員就會回到上一個營地 一起走原路下山 那如果說我們大家都是沒問題的走 都是順順利利的話 那我們就會走一個O型的路線這樣子 好的 好啦休息完了出發 他這邊沿路其實都有綁著這個布條 前面這邊真的好美 可以不要破壞我的畫面嗎 走沒兩步路就要自拍 我們現在走的這個戒茅師啊 是以前布農族的獵境 打獵的時候走的這個捷徑 那來到這邊啊 記得是要申請入山證的 他這邊沿路很棒耶 不同的林項 有蕨類啊 有松羅啊 雖然我認不清楚是哪一個 但是 在這邊走起來真的是很舒服 其實我覺得過了借茅師前鋒之後 這段路就比較平緩了 比較沒有像剛剛那一段 抖成那樣 剛剛我們的那個司機大哥 我看他以前應該一定是布農族的獵人 他剛剛就說 你從劍茅師的登山口 一路上去就是緩坡啦 對 我一聽我就知道不妙 這個是什麼 給你介紹這應該就是松羅吧 對 Mady你看這邊 這個這樣就很美啊 這裡真的很美耶 難怪我們剛剛司機大哥 就跟我們說我們走這條路線 那今天的天氣走起來會很美 今天好天氣 對希望明後天也可以有這樣子的天氣 拜託拜託 我們這一次在出發前 就還蠻緊張的 就一直在關注天氣 很擔心 後來我們用了一個叫做 Windy的APP 這個APP就可以看到說 今天天氣 今天天氣是還不錯 但是接下來幾天可能會有 零點幾mm的雨 希望是這樣 希望是在晚上 不行啊晚上我要拍星星 哇這前面真的是超級美 這裡真的很美耶 嗯 松羅樹 我覺得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喜歡上爬山的原因 真的我們為了不是走到目的地 是終點 是過程 對沒錯 好我們現在時間呢 是12點41分 我們到了這個大崩壁的這個位置 我們剛剛又走了一段斗上 對 斗上的時候大家都沒講話 沒錯 我們也沒辦法講話 對 這斗上大概有80度 滑雪的話大概就是黑線 哈哈 第二次的大休息 沒錯 過了第二次的斗上之後呢 走沒多久就會有看到這個 很大的一個平地 可以在這邊休息的地方 好啦那現在大概一點多 我們來這邊吃個午餐 吃一下我們剛剛在民宿旁邊 買的這個飯 飯船 我記得最後一段是下歇啊 你來看我們還有一個方療師 在這裡幫我們按摩肩膀 這次約他來的目的就是這個 斗 斗米我幫你開個新缺 就是那個伴隨爬山的方療師 那這樣一天加碼不便宜 我們現在午餐休息完了 準備繼續出飯 我們已經走了三分之一 那我們預計呢等一下會再 休息一次之後呢 就會到了我們這次的芥貓山頂 接下來這段又要開始走破了 對 我們來看一下離線地圖 怎麼樣 差不多大概是在69公尺 好 就可以到下一個休息的平地 在這個連續陡坡之下呢 幸存的就前面三位 他們太厲害了 強強強 哇前面這邊真的好美 雖然好陡 現在這裡是最高 沒有啊還有再高一點 對啊 再400多公尺 但這樣的天氣變化還是很大的 你看剛剛大太陽現在已經起霧了 好所以我們趕快加緊腳步 繼續出發吧 你看那邊的樹好大顆啊 那裡 他這邊的路線啊 不管你是要爬山 或者是走平緩路的時候 我覺得他這邊的路線都還蠻明確的 都有明顯被人走過的痕跡 然後你沿路都可以看到這個 登山對榜的牌子 好啦繼續走吧 加油加油 不要趕不要趕慢慢來齁 翻頂了嗎 還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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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陡喔 現在這邊看起來看得出來 我們剛剛走的地方有多陡 加油 加油加油 好那我們現在繼續出發 起霧了 現在應該 再過沒多久 就可以到我們 山頭的交叉路了 現在起霧了 茫茫的好像在仙境裡面 這真的是迷霧森林耶 你從來應該拍不到我了吧 拍得到嗎 我們趕快去休息的地方 我講話變成咕嚕了 咕嚕是什麼 摩羯的咕嚕 因為你在迷霧森林是不是 對耶 我們剛剛經過了迷霧森林 走了一段斗上之後 這邊變成石頭路了 石頭路的斗上 你看這裡 這裡的松羅這樣子 滿滿的耶 超美 加上這裡有陽光 很像雪融到一半 然後結成冰柱的感覺 讓我看看時間 現在2點42 好啦現在時間是2點42分 我們到了這個通往戒茂師山 跟通往我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的這個交叉路口 然後現在這邊已經有點變能了 所以我們大家都把外套穿起來 然後在這邊啊就有很明確的指標 往右邊呢就是往戒茂師 要往嘉明湖呢就是往左邊走 好啦我們這幾位英勇團員呢 他們要決定要上戒茂師 耶 加油 我就在這邊精神支持你們 Let's go 我沒有 好啊你去 穿起來喔 那你不要這樣 好啦一起去嘛 突然覺得輕裝好像容易了一些 好啦那要前往戒茂師了 我們一起出發吧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把我們的裝備 給卸在這邊 輕裝上去 從我們剛才休息的那個地方呢 要走到戒茂師的山頂 就是275公尺 這裡又是一個森林 整個都是森林 整個都是森林 哈囉 到了 從剛剛那個山叉口走到這裡 不用10分鐘 沒錯 對 真的耶我剛才看 我們出發時間是47分 那現在是55分 戒茂師的山頂 漂亮 戒茂師山頭2501公尺 漂亮 嗨辛苦啦大家 見到摯山東頂 耶 耶 耶 好啊我們回去我們的岔路吧 好啊我們回去我們的岔路吧